新购校车的交接典礼 19号上午是在县府大门前举办 花林县南北辖长 学童分散各地偏远地区 而为了考量在运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花林县政府争取到教育部的专款补助 泰换学生的旧交通车 包括光复国中等11所学校的交通车进行换新 县长徐真卫也在19号 亲自主持了交车仪式 花林县南北辖长部分偏远地区学生们就学不易 家长为了接通学生们上下学压力的困扰 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并且考量在运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经过花林县政府教育处积极向教育部争取装款补助 以态换更新 以界定法定使用年限的学生交通车 并在109年度获得教育部核定补助经费将近3500万元 19号上午花林县政府教育处 在县府南车入口举办新购交通车交车典礼 县长徐真为颁发各校校长钥匙的各校的代表 脸上满是欣喜 花林南北非常非常的狭长 所以虽然国小是在我们周边 我们在村里周边的这个成立 国小是一个村里中心点 但是依旧减轻父母家长的这个能力时间 所以我们把校车能够来接送我们的孩子 而国中的学习范畴 生活领域更大 更宽 距离也更远 更需要崭新以及安全的校车 来服务我们的学童 所以在这我要谢谢教育处 我们的这个饶中饶处长的努力 另外当然他也还兼具的环保局长的这个任务 所以虽然在我们泰湾下来的这个大型的校车 我们依旧结合了我们跨局处 还有乡镇公所的需求 所以我们将其他泰秀下来的车辆 无论是给予我们转镇我们地方税务局 或消防局或者副理乡公所 这都是让我们的车辆可以在进行运用以及活化 现在学者表示教育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指标而花连县本则有教无类 因才私教的教育理念 对偏远的学生们就学权利特别的重视 因此向教育部积极争取学生上下学的交通补助 以协助偏向学生们得以安心上下学 让花连学生家长在拼机器之余 能够午后顾之忧 接着教育华社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